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在2013年进行的 钻石联赛伦敦战 男子跳远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 来自俄罗斯的跳远名家 亚利桑大门克福 门克福1990年出生于俄罗斯 门克福曾获得2013年 世锦赛跳远冠军和三枚 欧锦赛金牌等等 可以说门克福也是一位 跳远的实力派选手 比赛开始后 门克福前两跳因为踩线范围无成绩 第三跳只跳出了7米69的成绩 占据第八的位置 也就是倒数第二的位置 接下来巴基选手第四跳 跳出了8米的成绩 占据第二的位置 但是接下来澳大利亚选手第四跳爆发了 第四跳澳大利亚选手 跳出了8米17的成绩 直接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这也给门克福带来了不少压力 接下来门克福后两跳都无成绩 前五跳结束 门克福只有第三跳的7米69的成绩 其他都是无成绩 门克福只剩下最后一跳 结果没想到 门克福在最后一跳爆发了 展现了他的硬实力 最后一跳 门克福跳出了8米31的成绩 无悬念图外